词曲 李嗣 作词 刘雨牛 刘漳 Document 制作和尚管 运入流声 刘雨依多 独树蓬完转 独树弯婧完转 虾萍营如永淡 深 画甲雨当好是 昨儿来童倒 趾上去探冰 三千年晴天 两半钟哪下 心语似流水 鞋马才有桥 智障滴滴 自然的消瘦 读书风翻卷 下不易如流声 画家与大事 作儿老作来不疼 心语似流水 鞋马才有桥 智障滴滴滴雨 自然的消瘦 读书风翻卷 下不易如流声 画家与大事 作儿老作来不疼 在孔子之后 瑜伽最伟大的人物 就是孟子和孙子 宣扬孔子的学问 应该以孙子的功劳最大 如果说到弘扬瑜伽之道 那就要以孟子所作的贡献最多 孙子不喜欢孟子 所以在书里 大力批评孟子 战国时代 法家的韩妃子 秦朝 承相 李斯 他们的政治地位属高 亦受到孙子的影响 所以都对孟子加以排斥 加上孟子的学说 很多都是讲心 讲性 所以在汉代以前 并没有受到重视 直到唐朝 韩誉特别推崇孟子 更将它提升到孟子差不多的地位 到明朝朱熙将孟子七篇 列为四书之一之后 孟子的价值和影响 终于都受到肯定了 孟子的生平 孟子 明阿 智子鱼 生于周列王四年 大约是西元前372年 他是老国贵族孟孟子的后裔 家族活络之后千居到周地 由于家贫孟子一家 原本就在郊外靠近墓地的山边 你的东西很好玩 看来 如果再不搬屋的话 你将来只会做殯儀馆 你将来只会做殯儀馆 你将会做殯儀馆的情景 很漂亮的猪肉, 日近三十文钱 很漂亮的猪肉, 日近三十文钱 我要猪肉 我要买一斤 别玩了 收拾好东西, 我们搬屋 不是吧, 又要搬屋 是呀, 再不搬屋 我看你将来拿着把刀到处都没有 好呀 孟母三千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所谓近诸者赤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会直接影响他的成长 孟母深名此理 所以三千之后 他终于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居所 从古到今 母爱是最伟大的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孔子和孟子都是受伟大母亲的教导之下 颠颠良好的基础 成为伟大的圣人 子不学, 断基础 这次孟母很慎重地选择 终于在一间学校附近住了下来 子弱, 学义事集资, 不逆越乎 子弱, 学义事集资, 不逆越乎 真是好 孟子到了八岁 孟母就将她送入学校读书 有憑自远方来, 不逆落乎 过了一段日子 孟子学习的热情就已经冷却了 读书真是没意思 一点都不好玩 你这么有人学了什么 我想去玩, 不想读书 读书真是闷死人 你干什么, 娘 既然你没努力读书, 中途而废 就像我把沙线战断一样 结果就会变成废物 娘, 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地读书 娘, 不会再令你失望了 子不学, 断基柱 是三字经的民居 每个人都耳熟能长 但是我们更应该领略到孟母的偉大 他能够把握机会 以活生生的教材 令孟子能够领会到行心向学的重要 从此之后, 孟子发愤向学, 不再偷懒 孟子长大后, 去了老国游学 这个时候, 孟子的学生子师已经去世 他就受教于子师的门人 成为孟子的徒孙 在这里, 他研究各种祠堂 想举行祭祀大典的礼仪程式 原来祭礼是这样的, 我明白了 他也看到很多有关孟子言行的记录 以及孟子的首稿 孟子抱着求知问道的热岑 住在文化气息很浓厚的孟子家乡 很努力地在儒家学问上求取进步 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做孟子门下的学生 但是由他的传人身上 我也是间接以孟子为师 以不学则台 史记《孟子殉兴列传》记载 孟子受业于子师的门人 可能是后人出于种种误会 所以只会说孟子是子师的学生 但是经过后人的考证 发现两个人的岁数差距太大 孟子不可能是子师的学生 孟子也曾提到他的老师 吴思熟诸人也 乃所愿则学孟子也 都没有说明他是跟哪个学道 孟子的乃所愿则学孟子也 是经过长期的寻求 他访问孟子的故乡 亲自去到孟子讲学的地方 学孟子的礼法 体会孟子的生平 还读有关孟子的典籍 孟子由于对孟子景仰赞美 到最后更效法孟子的言行 有人类以来 从来都没有一个 像孟子那么伟大的人 孟子到了这一刻 才明白他应该要走的路 明白他应该要效法的人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 诸侯似强凌弱 以大欺小 互相侵略 战争的惨痛 已经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 这些野心家 为了个人的利益 到处发动战争 令到战死的人 撕横遍野 真是太无道了 孟子生于春秋之后的 战国时代 当时是一个动乱的时代 各国诸侯 拥兵据地 自称为王 互相侵略 到处战争 孟子就效法孟子行道救世 去各国宣扬他的儒家学说 于是孟子率领他的门人周游列国 向诸侯游说 实现王道仁政的理想 但是当时的诸侯 每个都是只顾眼前的利益 不肯采纳他的主张 最后他和孟子一样 始终都不可以实践他的学说 他在老年的时候 都好像孟子一样 从事教育讲学的工作 著书立说、研究经典 向学生传读孟子的学说 并写了《孟子七篇》 记载了当时的活动和学术问答 以及他和其他学派的争论 联国的君主都送上武力 中霸意 而孟子就是讲仁义以德服人 仲离之途 无道援民之使者 批评当时最刻刻有名的齐援公 遵文公 说他们离王者之路还有很远 所以得不到当时国君的重用 孟子只是做过齐国有名无实的客卿 后来他和孟子一样 和弟子讲道著书 梁慧王就是魏侯刑 韩赵魏三分进国之后 自称魏侯 之后更越为自称魏王 因为本都安入 后来迁到大梁 所以他除了叫魏慧王之外 都叫梁慧王 在他职位35年的时候 大招言时 所以孟子就到了梁 开始历史上有名的 与梁慧王对话 这一章是 《战国游士风气盛行下》的记载 孟子主张君主应该以仁义 挽救当时的乱世 这个想法当然得不到 梁齐君主的欢心 更为当时以征战为本的 时代的风气所不用 但是历史也证明了 孟子的道理是对 任何政权一定要以民为主 暴虐百姓 好战而不顾人民幸福 这样的政权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孟子见梁慧王的时候 当时秦国喜用商鞅变法 国富民强 艺国感受到很大的威胁 于是大招言时 孟子就借这个机会去见梁慧王 他所说的经典道理 全部都是大仁大义 而孟子七篇 第一篇就是 孟子见梁慧王篇 王何必若利 孟子去见梁慧王 梁慧王说 是 先生 看来千里迢迢而来 一定是大了对我们的艾光 有好处的建议 大王何必说好处呢 我可以说的只有人意两个字 如果大王说 要如何才对大王有好处 那大夫一定也说 大王如何才可以令我家有好处 那人民也会说 要如何才可以令我自己有好处呢 如果国家上下的人民 都只会争取利益 这样国家就危险了 所以天子国广阔万里 试天子的人 一定是那些为私利谋反的诸侯国 诸侯国有千里 杀诸侯的人 一定是那些为私利而犯上的大夫国 如果大夫服从诸侯 而诸侯又服从天子 这样大家都安守本分 天下就自然会和睦 如果大家不说道义 只求私利 这样就会令人贪得无厌 因为私利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至于说仁义 这样就有益很多了 说仁爱的人 从来都没有遗弃父母 从来道义的臣子 都不会谋义君主 大王 你只要说仁义就可以了 说到利益 人人都只会在自己的立场考虑 只有仁义 只能涵盖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大王何必说利益呢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那我就再解释一次了 展国的时候 各国皇后都急着要扩张自己的势力 梁惠王受到秦国的威胁 所以见孟子的时候 就很心急地问他 如何才能有利于魏国 其实只要对百姓好 这样就会齐心 国力就自然强大 国家强大 就不怕敌人入侵 不过仁义利益 并不是两极 但是如果君王以利益先行 仁义随后 这样很容易令国家 进入世事以金钱挂岁的危险地步 因为利益会造成冲突 无法互相协调 甚至有相争相乱的情况 以孟子的主张 要以仁义行先 只可以避免这种危机 不可以利益行先 仁义为后 梁惠王向孟子说 我对于国家 都可算是竭尽心力了 河西发生水災 我就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搬到河东生活 就将河东剩下的米粮 运到河西振灾 假如河东发生饥荒 我也同样是这样做 鄰近的各国君主 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我 但是我国的人民没有增多 鄰国的人民也没有减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王向来好战 现在就等我用战争来做个比喻 战古震天 两方军底的刀剑已经交锋 不停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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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牌那边的士兵 丢下盔甲 拖着兵器就走 有些走了一百步之后才热停 有些走了五十步之后就停 你还小胆 我只走走五十步 你就走走一百步 走五十步的士兵 取笑逃走一百步的士兵小胆 你说这样对不对? 那当然不对 他虽然只是逃走了五十步 不过一样是逃走 大王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就不需要理会人民的数目 比鄰国多还是少 彼此的正绩也是差不多 我? 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让我解释给你听 在战场上打仗 对敌的时候放下武器逃走 这些是军人的耻辱 逃走了五十步 根本就没有分别 都一样是罪过 梁慧王自此的所谓正绩 在孟子的人以为得的标准下 和当时的诸侯一样 都是以霸力增强的暴政 最多只是五十步和八步的差别 只不过程度上有所不同 真是一样的 顿刺 看到自己的猪狗 吃了人吃的食物都不加以阻止 这些又不是我犯的错 我就快饿死了 他们死又不是我的错 是方哉带来的灾祸 你饿死又不是我的错 如果身为一国之军 也是这么说的话 就等于有人拿刀 杀了人之后说 这些不是我的错 是这把刀的错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顿慈是逃避责任的意思 也就是所谓藉口 国君不能够治理好国家 就下聚于他的臣子 自己做事失败又归咎于命运 这些都是逃避责任的藉口 在孟子眼中 全部都是欠他一种勇于面对的责任感 不为同不能 你可不可以将泰山夹在翼下 然后跳过北海? 当然不行 你可不可以替我咬断树枝? 这件事我做不到 劫泰山跳过北海 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但连帮老人家咬断树枝也说不行 这就是不毁,而不是不能了 能力做不到的是不能 做得到而不去做的是不为 人往往不为而推唐说不能 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些? 不能是能力够不够的问题 不为就是医院上愿不愿意的问题 举手之努的事 用不能作为借口 这就只是不愿意而不为的缘故 大家有没有试过不愿做的事 说无能为力作为借口? 父母官 我想请问陛下一个问题 我很乐意听你的指教 用木棍打死人 和用刀杀死人有什么分别呢? 倒是杀人没什么分别 如果国家有充足的粮食 国家的畜生又健壮 但是老百姓都要挨饿 甚至发生饿死人 这样做官的等于率领野兽食人一样 野兽自相残杀 人民都会厌户 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 但是致人民生死于不顾 这样又怎可以称为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执政者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 令人民生活幸福是基本的职责 相反,如果自己过着风衣足食的生活 而人民群众就在这里挨饿受冬 那简直就像率领野兽食人一样 是极大的犯罪 好,那我明白了 不尽然能够是其他人? 赶コ!!!! 激进 Market 它很难歌 不然啊 不尽然 尽然 有凄者 小孟 乱更多 万千年轻点 两半年冲哪下 心语似流水 心马才永强 指着滴滴 自然的笑笑 独树红环圈 下路一路又生